请听小说《仙逆》第616章 仙帝清临 十年的时间,王林在这塔中问行了姚西雪多次,姚西雪对于王林的恨已经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同时对于王林的一些手段更是心惊肉跳。 他的元神已经被王林打开了一个缺口,这缺口便是告诉了王林血魂丹的使用方法。 缺口一旦出现,在王林的手段之下,姚西雪几乎崩溃,虽说并未说出所有,但却多多少少说出了一些隐秘。 你说那洞府是一位先帝遗留,这先帝洞府共有四处,这一切你是如何得知的? 姚西雪咬着下唇,这个问题他始终不愿意回答。 你在我手里已经二十多年了,莫非不想获得自由吗? 你若把全部的事情都告诉我,我可以答应你,在离开这妖灵之地后,放你离开。 王林目光微不可查的一闪,徐徐说道,他的声音之中透出一道魔念,这是他十年在散魔上不断加身烙印后,从散魔身上学到的一个小神通。 我可以全部都告诉你,但你要以你的道心发誓,离开这妖灵之地后,你会放我离开。 姚西雪轻叹,低声道。 你没有资格跟我讲条件,王某答应你之时,定不会失言。 说,你可有一线生机,不说,我永远把你封印。 王林声音平淡,可却透出一股冷意。 姚西雪挽了下发丝,望着王林许久的轻声道。 我父亲曾提醒我,莫要与你为敌。 我当时很是不解,不知父亲会因何知道你。 那个时候,你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而已,即便是被天孕子说为弟子, 但以我对父亲的了解,你的身份,你的修为,你的一切,根本就不可能被父亲注意。 所以,我没有听他的话。 现在我有些明白了,为何父亲会说起你? 王林神色如常,冷冷地望着此女。 姚西雪轻叹说道。 此地,此地有四处洞幅,是我父亲告诉我的。 他当年在这妖灵之地内,与天孕子林天侯等人,发现了一个,一个秘密。 王林目光一宁,不动声色地说道。 什么秘密? 这妖灵之地,实际上是一座洞幅。 这一点,想必你也有所猜测。 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这妖灵之地就是一座洞幅。 这洞幅很大,大的不可思议,但它却并非一个,而是五个。 五个洞幅中,四须一时。 王林神色如常,缓缓说道。 想必你带我去的那个洞幅,便是虚幅。 姚心学苦涩地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那的确是一个虚幅。 你进入那虚幅的墓地何在? 王林问道。 父亲曾说,虚幅内有众多的法宝林业之物,若是能得到,对我的修为大有好处。 姚心学轻声道,只是他还没说完,便看到了王林嘴角露出的冷笑。 王林静静地望着姚心学,他没有说话, 但他的目光却是让姚心学内心一颤。 他沉默许久苦涩地说道。 我之前所说句句数诗,你不必以字为借口,作为日后不放我离去的理由。 王林语气阴森说道。 好一个句句数诗,你说的或许是你心中的想法。 但王某问的,却不是这个。 那四须洞府与最后的洞府,有什么关联? 姚心学再次沉默,暗叹一声说道。 唉,罢了,那四个须府,实际上是进入最后一个洞府的大门。 你父亲等人发现的秘密,不会就这么简单吧。 王林双目为何? 我只知道,那最后一个洞府内父亲猜测,有踏入道境第三步的契机。 因为这洞府是仙界未崩溃前第一仙帝清临之父。 仙帝清临乃是仙界第一强者。 闯门仙界崩溃之时,清临仙帝并未随之身亡,而是栗战之后富商顿走。 我父亲等人发现的秘密,便是在这最后的洞府内,有清临仙帝,闭关的气息。 我不知晓他们是如何查探而知的,这一点你也不要问我。 姚希雪说完,看向王林,他当年从父亲口中听闻这个消息时,起震惊的程度几乎无法想象,即便是现在回想此事,仍然心神震动不已。 他倒要看看,你这王林的心机,乍一听闻这个消息会如何表情? 可惜他看到的,始终是那一尘不变的神情。 王林神色如常,没有半点的变化,但他的瞳孔却是无一不可查的一缩。 在王林的内心,这一番话掀起了惊涛骇浪。 姚希雪的话,他信了七场,这一切并非是因为姚希雪说的有多么动静。 听,而是在慈女口中说出的那个清灵二字。 王林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与姚希雪刚刚进入那洞府时,他打出叠加符文的刹那,耳边传来的好似虚无的声音。 无为清灵。 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洞府? 有骨妖,有散魔。 骨妖被人分成了九份,彼此无法融合。 而散魔,我所知晓的信息不多,但听其所说却是骨魔,灰下之魔。 莫非在这妖灵之地内,还有骨魔存在不成? 掌握的信息越多,王林便越感觉眼前有一层迷雾,始终无法撕开。 他不动声色地看了姚希雪一眼说道, 四座虚府当年是如何分配的? 天运子,灵天侯,各自占据一幅。 还有一座洞府,被云仙道吕占据。 当年我父亲修为不高,无法与这次人抢夺。 但他却也奇缘巧合,知晓了这第四个洞府存在。 实际上,除了我父亲之外,其余人都始终在认为,此地洞府是三须一时。 云仙道吕 云仙道吕二人,是数万年前的人物,当年并未从此地随天运子等人离开,而是选择在那洞府内修道。 所以,除了极少数的一些人外,时至今日知晓者不多。 我也是从我父亲那里知道的,这一对道修眷履。 姚兮雪说到这里,眼中露出一丝羡慕的惆怅。 他当年听到这一对道修眷履时,正是春心萌动之时,心底始终有一脸幽梦。 现在想起,难免惆怜。 王林沉默片刻,忽然目光一闪,盯着姚兮雪说道。 你父亲血祖,应该快来了吧。 话音一落,姚兮雪内心惧震,但面色却是露出诧异说道。 我不知你此话何意? 他神情极为自然,没有露出半点的断倪。 数万年的事件,这妖灵之地开启多次,我不知你以前是否进入过此地,但以血祖之神通,为你延缓寿缘应该不难。 如此说来,你却偏偏在这一次不惜被外人得知那洞府的秘密,也要冒险进入其内。 这里面,若是没有什么隐秘之事,恐怕你也不会如此着急。 这数万年,你父亲血祖恐怕因为一些原因始终无法进来,所以这一次,你来了。 你很着急地想要获得那洞府的权限,怕是为了你父亲的到来,做好准备吧。 王林的声音平淡,目光深邃,他缓缓地说道。 姚兮雪静静地望着王林,许久他展颜一笑点头说道。 你很聪明,不错,我父亲就要来了。 实际上,不仅仅是我父亲,恐怕你的师尊天运子,大罗剑宗林天侯,还有一些天运星上的老怪都会很快便来到这里。 王林双目合上,只露一丝,许许说道。 可是因为那潮汐中的金色令牌。 姚兮雪看向王林的目光,隐隐露出一丝震惊。 他一直到现在,才真正地感受到了王林的可怕。 此人心机太甚,他之前的问题看似简单,可我只要一回答便立刻落入他的算计之中。 一步一步下,不知不觉便被此人掌握了大量的信息。 如此一来,我若是说谎,他立刻便能从这大量的繁琐信息中察觉出破绽。 此人,太可怕了。 姚兮雪却是不知,王林修炼静智之术,其心神之中的推演要比现在复杂十倍百倍。 与姚兮雪的交谈实在算不上什么。 王林不怕姚兮雪开口,只要开口,他便有方法抽检波斯问出真正的内容。 他怕的是姚兮雪如以往那般不开口。 姚兮雪低头,下意识地不想去看王林的双眼说道。 那令牌,名为清临仙令,是须抚通向真正洞府的大门钥匙。 只有此物,才可进入。 只不过,必须要四个令牌同时开启,四须抚大门的同时打开,才可完整地开启。 缺一不可。 按你所说,在天韵子等人心中,他们始终认为,三个令牌便是全部。 只有你父亲血祖知晓,三块令牌打不开真正的大门。 是这样吗? 王林问道。 姚兮雪沉默少许,点了点头。 这血祖好算计,只要那须抚在手,即便他没有令牌,也等于是掌握了主动。 只需要巧妙地安排。 一旦第四块令牌出现,他便自然获得了进入那真正洞府的资格。 王林沉吟片刻,目光微闪问道。 那令牌被吸入此地后,会在哪里出现? 嗯,潮汐深渊,吸入口在火妖郡内。 姚兮雪犹豫了一下说道。 王林不再发问,右手虚空一抓,姚兮雪立刻再次被他封印,收入楚带内。 此刻,塔内只剩下王林一人,他双目露出妖艺之芒,喃喃自语道。 这妖灵之地内,原来存在了这些秘密,我就位于那些老怪相比,查之太远。 可天韵子为何一定要让我进入这妖灵之地内呢? 王林沉默,他在这妖灵之地内滞留越久,便越是感觉此地处处透着诡异。 先是黄龙的画像,后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墨飞,还有那个与灵天侯极为相似的大汉。 王林目光闪动,喃喃自语道。 天韵子奉行天韵,他既然执意要求我进入这里,怕是另有目的。 另外,我当初在天韵星之时,那白威便曾点出。 天韵子所有修行超过万年的弟子,绝大部分都已经消失。 只是不知那些师兄们的失踪,是否与这妖灵之地有关。 王林摸了摸楚代,眼中寒芒一闪内心莫道。 不管如何,只要自身实力足够,即便此地再诡异,也无法动我的道行。 王林合上双目,元神在体内散魔之魂上继续加身烙印的刻画,不断地把这烙印向着散魔之魂的深处缓缓地凝固。 除此之外,随着炼魂部落族人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地修炼着炼魂术。 另外,四地是远古战场,其内蕴含的魂魄极多,虽说绝大部分都隐藏在了地底深处,但随着炼魂部落迁移来此,渐渐地一个个深坑被挖掘而出,在地底修炼,成为了炼魂部落修行炼魂术的一个独特的方式。 这只是修炼炼魂术的方法之一,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那便是去火妖郡内,吸收哪些死去妖兵之魂。 只不过能去者,唯有修行略有成效者才有资格,每一个外出单独去火妖郡的族人,都要被欧阳华亲自考核后,决定去否。 整个炼魂部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壮大着,这种壮大每天都在增长,如同一个在茧中吸收养分的幼蝶,终有一日可以破茧而出震撼久居。 在每一个族人的心目中,那中心位置十里空白界内的高塔,是高高在上的圣地,绝不允许任何玷污,好似神灵。 至于那塔中十年内没有踏出的亡灵,则是所有族人心中的老祖,是他们的守护者。 亡灵整日里,除了加固散摩烙印外,便是打出一道道禁制,融入禁番之内。 九千九百九十九十九祖禁制在这十年内被亡灵不断的推演,慢慢的临近。 尊魂藩早就被亡灵散开,其内一翼魂魄化作黑云,笼罩恋魂部落上空,阵阵魂魄呼啸之声,无时无刻不再传出,成为了恋魂部落内一道特殊的标志。 射神车,亡灵也抽出了时间花费了大量的心思,琢磨其上的五道封印。 他当年应变中期之时,勉强可以打开一道封印。 此刻,修为达到了问岭,第一道封印却是可以游刃有余,但这显然无法满足亡灵,他要的是第二道封印。 第一道封印打开后,这射神车便可威胁应变后期大圆满的修饰。 至于第二道封印,亡灵只不过神石一扫,便立刻从其内引出了一道道雷光。 追寻之下,居然直接追出。 亡灵早有准备,替那仙力移动,树袭后才把这雷光磨碎。 通过这雷光,亡灵判断,这第二道封印若是解除,魂兽之威一定极强。 而且,恐怕这第二道封印下封的,是魂兽雷的力量。 要知道这射神车是仙界之物,制作者曾言,此物绝对是志强之体。 自明射神,口气虽狂,但威力。 以亡灵这数百年的了解,内心多多少少,即便没有权信,也相信了三分。 此兽能拥有雷系之力,更让亡灵对这第二道封印兴趣大增。 当年摩塔下那问鼎后期的老者,其施展的风与雷电神通之强大,亡灵每次回想都心神震动。 这神通中最强大的便是那黑雷,若是没有此雷的存在,其威力会被削弱大半。 对于这第二道封印,亡灵有把握打开。 只不过,他分析着雷光之力,却是发现,一旦打开第二道封印,以魂兽之强,虚兽权定会崩溃。 驱兽权是当年在古神之地内,拓森麾下上古修士,为让亡灵协助赠送之物。 自物在数百年的时间内,尤其是射神车上,对亡灵的帮助极大,使得他在修为不够时,也能够使用射神车。 但现在,随着亡灵修为的提升,随着射神车封印的陆续解开,此物却是再也无法限制魂兽了。 亡灵沉默少请,一拍楚戴,驱兽圈飞出,飘在亡灵身前。 这古朴的铜圈上,有无数的符文与上古凶兽的雕画。 在其上,还有几道细微的裂痕,这是当初魂兽反噬之时留下的。 望着驱兽圈,亡灵眼中露出犹豫,若无此圈限制,他必须要以自己之力,真正的降服那魂兽,以此车制作者留下的方法,进行完完全全的传承,否则的话,此宝将不能再用。 王灵眼中露出果断之色,他抓过驱兽圈,站起身子向前一脉,整个人便消失在了塔中。 出现时,却是在距离恋魂部落万里之外。 此地平原,一片空旷,王灵手中驱兽圈一抛,双手掐绝向前一指,此圈立刻散发乌芒。 喷的一下,化作射神车,落在了地面上。 充满猙獰力次的射神车刚一出现,其上便散发农药之光。 与此同时,魂兽幻化而出,百丈大小的身子,堪比一座小山。 他通红的双眼,在出现的一刹那,并狠狠地盯向王灵,一声不屈地咆哮,惊天动地。 咆哮中,他猛地向王灵冲去,好似小山壮碍一般,阵阵撕裂破空的声音紧随其后。 王灵神色如常,抬起右手随意地向前一拍。 这一拍,仿若一只大手从天而降,刹那间便落在了魂兽身上,把他庞大的身子在轰隆隆的巨像中死死地按在了地上。 尘土飞起,乘环形散开,整个地面都好似一阵。 魂兽抬起头,眼中露出挣扎,口中剧烈地咆哮,死死地盯着王灵,不屈之意漠然冲天。 王灵平淡地望着魂兽,当年的他面对着初始状态的魂兽时,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但现在他却可以把此兽压制,使其无法挣脱。 右手虚空捏住此手,王灵咬破左手指尖,当空而化,一个红色的血幅缓缓凝形。 这符文使当年制作射神车的仙人留下之物,此符共有七道,全部落下后,便可使得这射神车真正的认出。 但,这七道血符其中有两道,是要在第四封印打开后印下的。 血符画完,王灵左手一弹,此符立刻化作血光,直奔地面上不断挣扎的魂兽而去,落在了其眉心之上。 魂兽身子漠然一颤,耗似极为痛苦,一股疯狂的巨猴顿时从其口中咆哮,他的身子不断地挣扎。 王灵目光微闪,松开右手,此受疑惑的自由便立刻怒视王灵发出阵阵低吼,眼中不屈之色更浓。 王灵冷冷地看向魂兽,双手掐绝,一片乌光在其手中印绝上闪烁,他口中喝道,第一道封印,开! 乌光随印绝飞出,直接落在了魂兽身上,此受全身立刻传出阵阵咔咔之声,一股庞大的气息立刻从其体内涌现。 在这一刹那,魂兽拔地而起,血口一张,好似可以吞下天地一口试来。 王灵身子未动,再次抬起右手,向前一扇。 狂风化作手掌,漠然间挥舞而出,那魂兽的大嘴立刻传出砰的一声碎铃。 他的身子立即后退,在退后中,整个身子化作无数道黑芒,向四面八方散开,随后疯狂地冲向王灵。 王灵双手同时虚空而画,两道血浮在四周的黑芒临身的瞬间出现。 此刻,黑芒刹那全部从王灵的皮肤内钻入,冲进其身体后, 直奔元神而去。 王灵嘴角露出冷笑,双目开合间,爆出一团精芒。 元神,出窖! 王灵口中低喝,双目威和。 起天灵处,元神顿时飞出。 在元神手中,那魂兽被死死地抓住脖子,随之飞出。 两道血浮立刻飞来,被元神左手一抓连续两下,按在了魂兽额头。 魂兽身子一阵,一股更强大的气息疯狂地冲出。 这一次,他居然震开了王灵的神石。 王灵神石入体,双目睁开,看向此手。 此刻,距离王灵所在之地无数里外,火妖郡与金妖郡的边界某处,那里是一大片山脉。 此地常年被瘴气笼罩,属于火妖与金妖两地,均都不管之处。 在瘴气的深处,有一座白色的城池,准确地说,是一个城堡。 四周以十丈高度的白色山石围绕,在瘴气中一股神秘的感觉悠然而起。 此刻,一道黑影在那瘴气中迅速飞来,沈在半空时,黑影单膝跪下,恭敬地说道。 属下参见老祖,已经查明,二十年前在古妖郡都城失踪的王灵所在之位。 城堡内沉默少请,一个银森的声音传出。 他现在,是什么修为? 那黑影犹豫了一下说道,这个,属下未曾查到,因为天妖队内当初追捕此人的小队,全军覆没,并未有任何的消息传来。 不过,属下却却是得知,此人现在被任命为古妖使者。 古妖使者? 哈哈哈哈,老夫看重之人,果然非必寻常。 派避三个小队,再带一个仙尉过去,把此人给我生擒。 那黑影连忙称是,身子一闪,消失不见。 城堡内,一个身材极为矮小的老者喃喃自语道。 这王林,若是调教好了,又可为我增加一个仙尉。 此人即便修为再高,只要没有达到问鼎,那仙尉足以擒纳。 新小说,仙尼,第618章,新的变化,银角雷兽。 王林双目盯着浑兽,此兽在印下第三道血浮后,其体内爆发出的气息,就连他也感觉到了一丝可怕。 此兽身子剧烈地颤头,双目的鸿芒越来越浓,竟然爆出了三尺。 他身子本达到了百丈,如同小山。 但此刻,随着一声声含糊不清的低吼,此兽的身子正在快速地萎缩,阵阵咔咔之声,不断地从他的体内传出。 王林平静地望着此兽,他神色平淡,但目光却是炯炯。 当年那记录浑兽解封的预见上,曾重点提过。 射神车之威,大部分都在这浑兽之上。 七道融合元神之气的血浮,每印下一道,便可刺激浑兽进化。 这种刺激若是到了顶端,如果不解开封印,浑兽便会暴体而亡。 但若是封印解开早了,则此兽进化中断,此后威力就不会达到巅峰。 实际上,这三个射神车都是尚未使用,那制作者便身亡了。 按照他当年的计划,三个射神车是需要经过首次开启后,才是真真正正的完美。 所以,必须要在其进化至巅峰的一瞬间,打开封印。 如此一来,此兽之威才真正匹配射神车之名。 按照那制作者的想法,他是准备把材料全部弄齐后,寻找先帝一级别的强者, 顶其来为射神车首次开启。 如此一来便可确保,每一个射神车都不会有遗憾。 甚至他还在预检中扬言, 其制作的第三个射神车,即便是先帝一级别之人,都无法做到使得此车完美开启。 浑瘦的身子不断的缩小,其体内的气息越加的可怕,四周平原本有风爱, 但此刻,这风似乎都不敢出现,天空更是渐渐阴霜,不再晴朗。 地面上,无数细小的沙粒此刻轻轻的颤动,好似有一股神奇之力才吸引一般。 汪林目光如炙,他眼中浑瘦此刻的气息已经超过了问鼎初期, 渐渐地达到了问鼎中期,还在继续。 树袭之后,浑瘦的身子从百丈重新缩至十丈, 但其双目的鸿芒却是爆出尽七尺,在这鸿芒中渺渺雾思缭绕。 汪林双目一宁,双手掐绝,一片浓浓的乌光在其双手间散出, 他目光如电,盯着那浑瘦。 就在这一瞬间,浑瘦眼中的鸿芒漠然一锁, 一股疯狂的近乎毁灭的气息在其身上刹那攀升。 这攀升的速度太快, 好似在浑瘦体内有一个正在急速膨胀的球体一般。 汪林双目内又阵阵推延闪过, 他目不转睛,双手向前一指,口中喝倒。 第二封印,开! 乌芒闪烁,在那浑瘦体内气息攀升至顶端的一刹那, 落在了浑瘦的身上。 瞬间,浑瘦身体停止了颤抖, 一股似乎可以毁天灭地的气息稳固了在他的身上。 他抬起头,向着天空大吼一声。 天空此刻漠然间传来轰隆隆的雷声, 一道道雷电立刻劈下。 这不是天节, 而是此受神通所致。 雷电轰隆隆隆的落下,全部劈在了浑瘦身上, 接连不断的闪电,好似连接在一起,化作一道长线一般。 浑瘦的身子被闪电包围形成了球体, 其内的他渐渐地从站立慢慢地爬幅, 转眼间变成了一头好似麒麟般之兽。 但他却并非麒麟, 而是在仙界比麒麟还要稀少的雷兽。 在其头部, 一根银角在电光的呲呲声中, 缓缓地钻了出来。 王林的目光在看到那银角的一瞬间, 露出了一丝失望。 他内心暗叹, 身子向前一踏, 右手虚空中莲花竖下, 第四道血浮便成形, 被他抓住后, 直奔那在电光中的雷兽而去。 那欲见苍颜, 第二辆蛇神车若是完美开启第二道封印, 其内出现的是金角。 他身子瞬间临近, 右手穿过闪电, 直接按在了雷兽眉心。 他选的时机是那欲见上曾提及的, 浑兽进化成雷兽后, 在独角出现的一刹那, 此受此生唯一的一个烙印期。 这个烙印期便是那制作者故意留下, 以便烙印之用的。 血浮印在了雷兽眉心, 在这一刹那, 此受银角上, 银有一丝金芒闪过。 亡灵一争, 仔细看时, 却再也没有了金芒。 被四道血浮烙印的雷兽, 看向亡灵的目光, 已经不再是抵触, 但也没有了温和。 他扫了亡灵一眼后, 身子一晃, 便消失在了射神车内。 亡灵右手一抓, 射神车被他收入楚带内, 他目光微闪内心莫道, 那金芒绝不是我眼花, 但为何会如此? 不过, 即便是银角, 其威力也足以对抗问鼎中极。 只是此地妖人倒还好说, 但若是修士, 能达到问鼎中极者, 说没有什么强大的神通, 便一定具备惊人的法宝。 疑惑者, 两方面都有。 如此一来, 我已问鼎初期站之, 不敢说任何问鼎中极都可以取胜, 但若想杀我, 却是断无可能。 如果遇到那些神通与法宝都不如我的问鼎中极, 倒也能够杀之。 至于问鼎后极, 却是太难了。 王林叹了口气, 无论是当年的朱雀子, 还是那黑衣老者, 他们的修为最多是到达了问鼎后极。 这后期的威力, 即便我用处雷兽怕是也不可抵抗, 好在我有零天后的剑气, 若真是遇到, 也不畏惧。 王林向前一踏, 甚至瞬移而出, 回到了炼魂部落的宝塔之中。 问鼎后极之所以这么强, 是因为这个境界已经是修到第一步的尾声, 尤其是那问鼎后极大圆满的修士, 更是处于第一步的巅峰。 这种任务, 其修为只有同级别之人才可以与之一战, 根本就不是问鼎中极修士可以抵抗的。 除非, 有那种极为逆天的法宝, 比如林天侯的剑气, 比如当年尊魂班内的第四魂。 即便是这样, 那第四魂最终也还是被朱雀收服, 端天师祖同样甚盲。 当年那摩塔下老者曾言, 风雨雷电神通, 只是他最弱的一招, 此言应该不假。 在塔内, 芒林盘膝而坐, 目露沉思。 若我有百万以上的杀戮之计, 有十亿尊魂班, 有射神车, 有道化黄泉, 我能否战胜问鼎后期呢? 王林沉默。 没有把握。 不过有林天侯的剑气在, 若真有问鼎后期的修士招惹于我, 说不得, 只能耗费一次剑气了。 王林眼中露出寒芒, 接下来, 便是要把剑孝三剑好好地炼化一下, 这三把剑落在他们原来的主人身上, 实在是浪费了。 我研究过, 其内似乎另有神通存在, 只不过这神通好似需要合击才可施展出。 王林一拍楚戴, 墨阳、紫鼠、鸭珠三剑立刻飞出。 三把剑散发灵力的剑气, 王林喷出一口原神之气化作轻物, 把这三把剑包裹, 他双目合上, 凝神炼化。 转眼间, 三个月过去了, 这一日在练魂部落十里之外, 天空中飞来数道长虹, 他们的目标极为明确, 正是练魂部落。 在这数人中, 有一人身穿金衣, 全身笼罩阵阵金芒, 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大, 一脸冷傲之色。 在他的旁边跟着一人, 此人是个青年, 一身白衣盛雪, 相貌堂堂, 但此刻却是脸露苦涩, 飞行中更是复杂地望向练魂部落, 引有迟疑。 孙云山, 你在想什么呀? 金衣男子斜眼扫来冷哼道, 这白衣青年赫然就是那当初与王宁一同进入妖陵之地的玄渊派少宗孙云山。 此人进入妖陵之地之时, 身边藏有数个修为高深的长辈保护, 但此刻他却只是独自一人。 听到金衣男子的声音, 孙云山身子一颤, 连忙恭敬地说道, 尊者, 属下, 没等他说完, 那金衣男子打断, 冷声道, 不用解释了, 既然加入了我修士联盟, 就要绝对服从。 若非看在你妹妹的面子上, 你为这次擒拿王宁这样一个立功的机会, 你能有份参与吗? 孙云山沉默, 低声称是, 内心莫道, 不知这恋魂部落的王林, 与天运宗的王林, 是不是一个人? 唉, 我确实太奢求了, 他们不可能是一个人。 此此心拿着王林, 老祖特意派出一个先位, 此番危险是没有的, 但要注意, 莫让那个王林跑掉。 金盲男子说完, 斜眼看了看队伍的末端, 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男子。 这男子相貌寻常, 从始至终神色平淡, 古波不惊, 好似天下间没有任何事情能让其动容一般。 在他的身体四周, 一串串细微的波纹缓缓缓地散出, 与四周的虚空隐约融合, 其气息在这一状态下几乎完全消散。 寻常修士单以神识查看, 根本就无法感受到此人的存在。 能做到这神荣天地, 气化虚无的境界, 代表着此人的修为达到了问鼎初期。 只不过此人的问鼎, 却是有些奇异, 在他的原神中, 没有那元气存在。 练魂部落宝塔内, 亡灵盘膝中睁开双眼, 一道电光从其墓内暴闪而出。 十三, 有克制, 把他们请来。 仙逆, 第六百一十九章, 给我下来。 修士联盟一行人, 踏着清风迎着白云直奔练魂部落而去, 远远地展现在他们前方的一片连绵不绝的黑雾。 这雾气太怒了, 别说视线, 就连神识探入其内, 都会被立刻生生地震退, 甚至稍有不慎, 都有可能被其内的魂魄吞噬。 一阵阵尖锐的呼啸之音, 更是从那黑雾内传出, 可以震慑人心。 被黑雾包裹, 根本就无法看清其内, 这密布了方圆数百里的巨大黑雾, 却是可以让绝大部分的人为之止步。 那一身精一的男子, 看着远处的这一切, 顿时面色阴沉下来, 他冷哼一声说道, 这亡灵所在之处, 只不过就这么一道防护罢了, 破了死防护, 此次我们守到勤来。 在他的身边跟着树人, 这些人一个个均都是面色阴沉, 望着那黑压压的雾气, 说不出话来。 孙云山眼中一丝嘲讽, 一上而过, 有关此事, 他还是从妹妹那里知晓了一些。 老祖派出一个先卫, 倾拿着叫做王林的修士, 在所有小队中, 军都认为此事是十拿九稳, 这立功的机会纷纷抢夺。 至于那带来消息的使者所说的, 那王林所在之地, 有一片厉害的黑雾笼罩这一信息, 自然也没被那些抢夺立功机会之人太过在意。 他们始终认为, 有先卫在一切都不是问题。 孙云山看了看身边, 连同自己在内不足二十人, 这些人中修为大都是在应变初期左右, 只有那么几个修为达到了应变中期。 若说应变后期, 则只有一个, 那就是一路上在一旁始终沉默的风诗书。 孙云山看了一眼不远处头发花白的老者, 内心生起了一股悲哀。 这老者便是风诗书, 是他父亲的同门师弟。 此次进入妖灵之地, 这位风诗书的目的便是保护自己。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妹妹居然暗中跟来, 最终更是让自己落得如此下场, 就连风诗书也被老祖以密法抹去记忆, 成为了傀儡, 自己更是被老祖种下了仙种, 生死不由己。 区区黑物, 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十号, 你去给我把这些黑物破开。 精一男子喝道, 他身边一个应变初期的修士, 面色难看, 犹豫了一下, 但又不敢反抗, 唯有暗叹恭敬地说道, 属下遵命。 这修士一咬牙, 身子一晃而出, 直奔前方的黑物, 但越是接近黑物, 其内那股可以震撼元神的压迫, 便越是浓郁。 还有其中那阵阵呼啸的声音, 更是如同音波的神通一般, 疯狂地从其内冲出。 这修士在千丈外, 便无法再前行。 他有种感觉, 若是自己执意飞去, 必死无疑。 看到这修士停下脚步, 金衣男子脸上力气一闪, 冷声喝道, 十号, 你敢抗命不成。 那修士听闻此话, 脸上露出苦涩, 他长叹一声暗道, 哎, 罢了, 这人不像人的生活, 也该有个终结了。 若是死在这里, 倒也始终解脱。 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脚下向前一脉, 好似流星, 直接冲去。 转眼间, 他身影便冲过千丈, 但就在这一刹那, 黑雾漠然一动, 云涌翻滚间, 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咆哮, 从其内轰隆隆地传出。 与此同时, 那黑雾更是瞬间幻化, 形成一张好似可以吞吐天地的大口, 一口之下, 便把那修士完全吞下, 丝毫不胜。 天空, 黑雾如怒浪般翻滚, 形成一片片好似蘑菇一般的形状, 不断地向外膨胀, 尖锐的声音, 更是越加的剧烈, 呼啸在天地之间。 修士联盟一行人, 除了个别人之外, 原本正在看向此地的双目, 顿时露出震惊之色。 他们虽说距离很远, 但此刻却犹如身临其境一般, 身体渗出的汗水, 瞬间便把衣服打湿, 好似刚才那黑雾化作的大口, 吞下的不止是十号一般。 身在队伍后面的那个鲜味黑衣男子, 波澜不起的双眼, 在这一刻爆出一道金芒, 仔细地看了眼那黑雾,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对, 队长, 这黑雾, 金甲男子身边一人, 目中带着一丝恐惧。 金衣男子面色更加的阴沉, 他右手一指不远处的老者说道, 三号, 你去。 这头发花白的老者, 正是孙云山的风诗书, 他表情露出一丝呆滞, 文言没有说话, 甚至向前一脉, 便踏步而去。 孙云山捏住了拳头, 他望着远去的风诗书的背影, 心在流血。 这头发花白的老者, 踏步间便来到了那黑雾之前摆仗, 正要继续, 但就在这时, 忽然黑雾翻滚云涌, 莫然间加快了膨胀的速度。 刹那间, 黑雾从中间散开, 一条空白的道路被分离而出。 一个神色冷静的青年, 从其内一步步走出, 他冷目扫了一眼老者后, 又看了看远处的修士联盟一行人, 平淡地说道, 我家老祖, 有请各位。 那金衣男子面色微变, 他立刻奸声道, 三号, 杀了他, 顺着此道我们就可以进入了。 那冷峻青年正是十三, 他神色如常, 不起波澜, 至于那花白老者则是身子一晃, 直奔十三而来。 但, 在其刚要接近的瞬间, 黑雾立刻飞出一股翼卷之下, 便把那老者包住, 不见踪影。 这一幕, 这一幕好似一把重锥击在了修士联盟一行人的心中, 尤其是孙云山更是双目一红。 十三右手一身说道, 行, 说着, 他转身向后走去。 金衣男子面色阴晴不定, 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后方的黑衣男子, 内心略安, 冷笑一声说道, 走, 咱们进去看看, 这亡灵到底弄些什么花招? 一行人迅速飞出, 顺着黑雾内分出的道路向里面飞去。 随着他们的进入, 后方的道路被黑雾渐渐地吞噬。 飞出没多久, 那前方的金衣男子身子立刻一顿, 眼中露出震惊, 面色是极为难看, 他身后飞来的众人也在看到前方的一幕后, 目瞪口呆。 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庞大的部落, 这部落内族人众多, 此刻一个个军都抬起头, 冷冷地向他们看待。 这无数人的目光, 凝聚在修士联盟一行人身上, 尽管他们修为高深, 但仍然为之震撼, 尤其是在地面上正中间的位置, 有一处十里的空白地。 中心, 一座高塔耸立, 一股强大的威严从其上徐徐地散出, 笼罩天地。 在这威严之下, 众人甚至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十三站在十里空白界外, 恭敬地说道, 老祖, 客人带到。 各位道友带着杀鸡要来, 可是王某有所得罪。 王陵的声音从高塔内徐徐散出, 语气虽说谦虚, 但声音却仿佛有股魔力飘摇之间, 弥漫整个恋魂部落。 天魔音的神通在王陵不断地加深散魔烙印中, 渐渐地掌握了一些。 此刻音随声传, 修士联盟的众人除了那身为鲜味的黑衣男子外, 其余之人瞬间便被这魔音贯耳。 黑衣男子是因为修为高深, 所以没有太过迷失在这魔音中, 他双目内此刻精芒爆闪, 直勾勾地盯着那宝塔, 脸上再次露出惊疑不定之色。 那肩甲男子此刻原神震动, 双眼不由自主地露出迷茫之色, 下意识地说道, 没有得罪。 既然如此, 你们来寻王某的麻烦, 也未免太过放肆。 王陵的声音带着阴森传出, 在这一瞬间, 炼魂部落所有族人心神相迎之下, 齐声喝道, 放肆。 这两个字, 是所有炼魂部落之人共同发出的, 与天空黑雾内魂魄的呼啸融合, 一支奔雷还要剧烈数分。 轰隆隆之下, 落在修士联盟众人耳中, 就好似一把把利剑穿心一般, 立刻使得众人耳中嗡鸣, 原神颤动。 其中一些修为较低者, 更是直接嘴角流出鲜血, 显然被震伤了内斧, 伤了元神。 同样, 这一声齐喝, 也使得众人清醒过来。 那金甲男子面色大变, 他身子下意识地退后竖杖, 脸上露出金色。 他尚且如此, 其身边的众多修士更是不如, 一个个倒吸冷气, 眼中震惊的同时, 内心暗呼不妙。 孙银山则是内心激动地远远超过了震撼。 他心中正在呐喊, 是他, 真的是他。 金衣男子退后中尖声道, 鲜尾, 出手。 此言一出, 被站在最后的黑衣男子双眼惊芒暴闪, 身子向前一踏, 一步之下便跨越了距离, 直接来到了十里空白的高塔上空, 右手掐掘向下一拍。 这一拍, 好似拥有了跋山之力, 在半空中化作一尊金光闪闪的大印, 迅猛地冲向宝塔。 一声冷哼, 自宝塔内传道, 亡灵的身影从塔中走出, 他看都不看天空一下, 右手闪烁黑芒, 抬起向下一抓, 口中平淡地说道, 给我下来。 一抓之下, 缓化而出的金光大印顿时出现了裂纹, 在一串咔咔声中顿时崩溃。 那黑衣男子更是面色顺息大变, 眼中首次露出亥然, 想要避开。 但其身子, 却是立刻被一股好似可以吸收生机的力量抓住, 狠狠地从天空直接拽下。 轰地一声, 黑衣男子的身子砸在了地上。 小说《仙匿》第620章 仙界之物 黑衣男子落地, 王林目光一闪, 右手虚空一划, 一道道尽致, 立刻幻化而出, 转眼间便把那黑衣男子身上各个隐藏经脉走向之处, 全部封印。 王林随意地一抓, 却是用上了寂灭指锋, 以他的修为, 刚才一眼之下便看出了那黑衣男子体内的古怪。 此人体内原神中根本就没有元气融合, 而是被一块只有小指甲盖大小的岁域代替。 如此一来, 此人虽说达到了问鼎修为, 但实际上却没有问鼎的意境感悟。 在王林眼中, 此人只是一个满汉。 不用说王林现在已经问鼎, 即便是没有问鼎之时, 想要收拾此人也丝毫不难。 但在外人眼中, 王林这一抓, 却是如同狂雷在心中乍响一般, 使得那些修士联盟之人, 纷纷呆滞。 那金衣男子身子一抖, 面色苍白, 若非其身后的道路已经被黑雾淹没, 此刻他定然会第一时间迅速逃离。 至于他身边的其余修士, 也均都是呆呆地望着那个被王林一一抓之下砸在地上的中年男子, 半想说不出话来。 唯有孙云山此刻内心的兴奋, 已然达到了顶端, 他深深地呼出口气, 好似要把这段日子的压抑全部呼出一半。 前, 前辈, 误会, 这是误会, 我们只是代表修士联盟, 想要请您参加。 金衣男子身子颤抖联盟说道, 王兄, 他们此行的目的便是为了将你升勤。 孙云山一脸冷笑, 身子一晃便移出十多帐外大声说道。 王林早就看到了孙云山此刻略意点头, 那金衣男子面色更加苍白, 他恶毒地盯着孙云山喝道, 孙云山, 你敢背叛老祖不成? 孙云山身子一抖, 正要说话时, 王林右手随意一挥, 只见那金衣男子好似被清风扑面, 整个人砰的一下, 漠然间化作一大片血肉, 机缘神从血肉内飞出, 露出的一刹那迷茫, 但紧接着便被天空的黑雾一吞中消失无垠。 血腥的气息还没有完全消散, 但四周的修士却是一个个眼中露出惊恐。 他们无法想象, 这王林的修为居然到了这样一个不可想象的高度, 一抓着下鲜味背秦, 一挥之中, 金衣男子肉身崩溃。 问顶后起, 他一定是问顶后起。 王林没有看向那些修士, 而是望着孙云山笑道, 孙秀, 多年不见。 孙云山长叹一声苦涩地说道, 王修, 救我呀。 王林神色如常笑道, 进来说话, 说着, 他右手一抓地面上的黑衣男子走进了包塔。 孙云山犹豫了一下, 身子飞去, 紧跟其后。 他内心的震撼实际上不但没有比其他修士少, 反而更多。 他记得在进入这妖灵之地前, 王林的修为只不过是应变中期, 但此刻短短的数十年, 王林却是达到了问顶, 这让他在震惊的同时, 对方的身影在他心中, 也不由得无限高大起来。 半空中, 此刻只剩下那十几个修士, 一个个既不敢走, 又不敢出手, 彼此站在半空, 内心忐忑不安, 渡悉如年。 在宝塔内, 王林盘西坐下, 从楚代里拿出一张古朴的圆桌, 另拿出一坛美酒, 为孙云山倒了一杯孝道。 孙兄, 坐。 孙云山居树地站在一旁, 犹豫了一下这才坐到对面。 王兄, 我, 你既然来了, 若有需要王某相助之事, 但说无妨。 王林微微一笑放下酒坛, 看向孙云山。 孙云山沉默, 烧请之后拿起酒杯, 一口喝干, 随后抓向酒坛, 直接对口就喝, 一直喝下大半坛后他才放下。 目光炯炯地看向王林,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指着一旁被封印的黑衣男子沉声道, 王兄, 此人没有名字, 他的身份是先卫, 我与他都来自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自称是修士联盟。 王林神色如常, 缓缓地说道, 先卫。 孙云山再次喝了一大口酒, 双目略红说道, 修士联盟内有一人, 自称是先界老祖, 此人秀为高深莫测, 先卫之名便是他自定的。 另外, 如此人般的先卫老祖手下共有十个, 他们之间的实力相差不多。 当年, 你在天妖郡古妖城与妖将茉莉海一战, 引起了老祖的注意, 他不知出于何种原因, 向命令派人要把你生情。 你在天妖城时, 想必也遇到了那些准备勤你之人。 随后, 你便在天妖郡内失踪, 此时便告一段落了。 但数月之前, 有人不知如何发现你在这里, 禀告给了老祖, 于是便派出我们来再次将你生情。 王林目光一宁, 他想了起来, 当年在天妖城时, 的确有一些人在他听秦英之时出现, 最后的那个首脑, 更是被他抓住的瞬间不惜自爆, 那种疯狂, 王林记在心中。 当时他本以为是其他妖将派出的, 但今日听孙云山一说, 才知道原来另有其人。 孙云山握紧了拳头, 继续挡。 王兄你有所不知, 当年, 当年舍妹不知以何种方式, 居然也来到这妖灵之地, 他被那老祖蛊惑, 成为了修士联盟的一员, 更是在遇到我后, 骗我进入了这个组织。 我发现不妙之后, 那老祖出现, 只是一个神通便把我身边的四个师叔全部治住。 从此之后, 他们四人便被摸取了神职, 成为了傀儡。 就连我, 也是被种下仙种, 甚不由己啊。 王林双目爆出一道金马, 在孙云山的身上看了一眼, 这一眼, 孙云山顿时原神一阵, 几乎就要崩溃一般。 他甚至有种感觉, 自己的里里外外, 甚至内心的一切隐秘, 此刻全部都赤裸裸地暴露在了王林眼中, 这种感觉只是一瞬便消失了。 但孙云山却是大汗淋淋, 看向王林的目光透出敬畏, 王林收回目光, 抬起右手向着孙云山额头隔空一指, 顿时一道道青纹自孙云山眉心透出, 这青纹脉络很多, 顺着孙云山眉心蔓延, 密布全身。 王林轻移一声, 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仔细看了那青纹一眼, 闭上双目沉吟起来。 孙云山此刻内心颇为紧张, 若是这仙种无法解除, 那么他此生将永远受制于老祖, 不得自由。 许久, 王林睁开双目缓缓地说道, 那老祖称这净致为仙种。 孙云山连忙点头说道, 没错, 联盟老祖曾说, 这仙种是他在仙剑没崩溃前带来, 是仙家之物, 除了他之外, 无人可以破除。 王林眼中露出一丝奇异之脑, 内心暗道, 那黑衣男子称之为仙卫, 这奇异的禁制称之为仙种, 这老祖还自称从仙剑而来, 莫非是那仙帝心灵不诚? 虽说这个可能性实在太小, 但那奇异的禁制的的确确不是凡物, 其内透出一股磅礴的仙气, 应该是仙剑之物没错。 王林略以沉吟, 右手虚空一抓, 那仙卫被他隔空抓起。 王林眼中透出一丝冷漠, 右手直接按在了此人天灵, 搜魂树被王林施展开来。 若是这黑衣男子是真正的问鼎修士, 王林自然不敢大意同皆搜魂, 但这仙卫体内没有元气, 其问鼎修为实际上说穿了, 全部都是其原神中那碎玉赐予的, 他真实的修为, 只不过是一个应变中起的修士罢了。 搜魂中, 王林面色渐渐的阴沉, 这仙卫的记忆极为短暂, 只有其成为仙卫之后, 至于之前的记忆一片空白。 王林松开右手, 一拍之下, 此人的元神立刻被震出, 王林眼露冷漠之色, 张口喷出一道元神之火, 当着孙云山之面开始了炼化。 孙云山望着这一幕, 内心震撼的同时, 更多的却是无限的敬畏与恐惧。 王林炼化中, 目光在孙云山脸上一扫便收回, 他之所以这么做, 自有其目的。 这联盟老祖的来历诡异, 王林断然不可能只从支言片语便全部相信孙云山所说, 必要的一些震慑与防备, 还是要有的。 先为元神很快便被炼化, 其元神内那支架盖大小的岁域闪烁亮晶晶之色, 漂浮在了王林身前。 他盯着岁域, 眼中露出沉思。 这岁域虽说没有任何的先例散出, 但王林神师一扫, 却是立即发现, 其内蕴含了一股庞大的无法想象的先例。 这先例不可吸收, 因为其内似乎蕴含了一道意念。 修士的元神与这岁域融合, 便可出现一个相当于问鼎初期的修士。 只不过, 想来这种融合成功率极低, 否则的话, 那老祖也不会只有十个先为。 还有这融合, 恐怕也并非表面与岁域相容那么简单。 其关键之处, 应该是其内蕴含的那一道意念, 与意念相容, 才可以达到真正的契合。 王林眼中沉吟之色一闪而过。 若是那修士联盟的老祖知晓了王林的这番内心之话, 定会大吃一惊。 要知道, 他当年花费了很长时间, 这才慢慢地琢磨出了这一点。 可眼下, 王林只是通过一些判断, 便几乎猜出了十之八九。 修士联盟坐在何处? 王林墓中透出寒芒, 缓缓说道。